Hello 大家好 看这台车熟悉吗 烤拉是不是 但是我告诉你错了 摇身一变它现在是烤拉S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跟现款的烤拉有什么样的区别吧 烤拉S在外观设计上其实跟现款的烤拉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但这台车其实在设计之初它就是在考虑亲子然后家庭这个方向 所以在设计包括一些产品点上它是很偏向小孩子的 比如说它整体中比较圆滚滚的造型 看着就很可爱 而且它的颜色 我们这台是一个泡泡灰的颜色 之前我们拍过那个薰衣草子 大家还记得吗 就这些颜色会让看起来就心情特别的好 而且它前面还是这种笑脸的感觉 就让小孩子看了也会比较喜欢的那种 尺寸上也没有变化 但是它一个4米5的车长 轴距能来到2米82 所以就这种四轮四角的设计为车内保障了很多的空间 你要说外观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车尾现在多了一个S 那这台车有一个点对我来说印象特别的深刻 就是这个电动侧滑门 其实这样的话开口会变得很大 包括它的离地间隙也比较的小 所以你上车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 这个也是考虑到了家里有老人小孩这种的需求 然后这次S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 大家看到它是一个五座的车型了 相比起之前四座的车型来说 它肯定更加的实用了 毕竟能多做一个人了 空间上也会变得更加的灵活 咱们上车体验一下 一个这么大开口的门 刚才上车的时候真的感觉超级的方便 而且它门上还有那个扶手 就会更加方便老人孩子上下车 咱们来到后排之后 看这空间是不是还挺可以的 2820的轴距 确实给这个空间带来了很大的优势 而且它整个地板都是纯平的 其实在车内去移动的话 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整个我觉得后排坐着 它的坐垫长度够长 而且它这个头转还是有一点折角的 就哪怕你在这休息的话 头也不会乱晃 还有就是它这个坐垫会有一个 向下倾斜的一个角度 这样你感觉是陷在里面的 整体坐着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大天幕 所以坐在这就感觉 视线非常的通透 心情也特别的舒畅 那配置上来说呢 之前右后座位它是有一个 你前面的座椅可以折倒之后 让郁妈妈搭腿的这么一个设计 现在的话依然是保留了 同时它会有一个 这种能够放小东西的一个置物架 还有呢就是之前会有一个魔方茶几 现在的话是要选装的 就这块它就可以前后移动了 包括还会有一个抬起来的小桌板 也会更方便去放东西 再一个就是冷满箱也是 我们这台车没有选装 也是需要去选装的 目前我们这台展车呢 在后备箱放了一些显示屏啊 音响啊 去打造这种生活化用车 场景化用车 空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它的整个后备箱的容积 在座椅没有放倒的情况下 是410升 然后同时呢 座椅是可以进行4-6比例放倒的 放倒之后就可以拓展出来 更大的空间了 考拉S整体的内饰布局 是跟考拉保持一致的 包括这种打通的空间 车内的这个空间还是挺通透的 现在内饰有三种配色 我们这台是灰的 还有就是粉色和紫色 也都是那种让人比较开心的颜色 然后现在大家买车呢 其实越来越注重车内的这种健康 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 像这台车它整个的内饰的材质 用的都是牙胶系的材质 包括也都是抗菌的面料 会对很多的细菌啊病毒啊 去进行自动的消杀 这样的话也能保障我们的安全 然后整个车内现在的空间 基本上接近零全零本 也是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 包括它空调有个功能 我觉得还挺贴心的 就是自干燥功能 尤其现在夏天 雨水比较多 特别是南方的朋友 总感觉空气里面很潮湿 就很难受 那这个空调的自干燥呢 它就会让这个空气当中的水分减少一些 包括其实潮湿的环境 也更容易滋生细菌嘛 我觉得这个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 就是一个很贴心的功能了 车机的屏幕采用了一块14.6的屏幕 然后整个的逻辑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功能上比较简单好上手 然后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学习成本 你上来就知道你该点哪儿 然后想要什么样的功能 但是我就觉得美中不足的一点 就它这个液晶仪表和这个屏幕 留了一个挺粗的白色的边块 如果说这个边块能够再小一点的话 或者没有边框的话 就看起来会更精致更完美了 目前呢 考拉S的动力版本 跟现款的考拉是保持一致的 包括续航也没有变 CLTC的续航是500公里 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也是支持直流快充 这部分的东西都是没有变的 就是现在多了一个五座版的车型 在保留了四座版车型的基础上 两条腿走路 两条腿并行了 然后给了不同的用户 不同的选择吧 就是你买车的时候 也可以去多一种选择 我觉得这台车呢 它是既有这种MPV的一些优势 像空间呀 舒适性 然后包括侧滑门 同时呢 其实它车没有那么大 你开起来也会比较灵活一些 然后对于女生来说 也比较的友好 对于家庭代步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车后出见 我是静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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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